未来十年全球局势的变化将由中国决定 因为2035年我们的目标是挤身发达国家行列 这个目标每一步都将深刻的改写世界 如果这个目标实现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规则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呢 到现在全球一共只有37个公认的发达国家 比如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德国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瑞士 意大利 西班牙等等等等 2021年韩国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韩国GDP为1.63万亿美元 但韩国只有4300万人口 人均GDP为3.15万美元 占全球GDP总量的1.8% 这1.8%对世界有影响 但影响并不大 在发达国家中 人口过亿的大国只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3.2亿人口 还有一个呢 是中国人眼中的最儿小国 日本1.26亿人口 是的 小日本小日本 在中国人眼中的小日本 在全球多数国家的视野中 已经算是大国了 因为全球只有13个国家人口超过1亿 能够超过日本人口规模的国家只有10个 除了美国和日本 另外的35个发达国家中 都是中小型的国家 而多数都还是小型国家 比如百万级人口的 比如530万人口的芬兰 472万人口的挪威 582万人口的丹麦 803万人口的瑞士 279万人口的立陶宛 还有很多是秀真型的国家 人口是10万级别的 比如人口60万的卢森堡 一个深圳可以顶20个到30个卢森堡 比如人口34万的冰岛 一个上海可以顶80个冰岛 还有人口为3万人口的圣马利落 而中国国家电网 有90万员工 相当于30个圣马利落 而中石油有150万员工 为什么西方世界一直对中国心生恐惧呢 因为现在全球35个发达国家 加在一起人口是9.2亿 而中国有14亿人口 多数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贫困国家 其实对地球无足轻重 但唯独中国不同 当中国成为发达国家 其他国家还会是原来的样子吗 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人均GDP 2.5万美元左右 中国达到这个标准 也就是总的GDP成为35万亿美元 全球2020年的GDP总量是82万亿美元 中国将占全球GDP总量的42% 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 当然你会说中国GDP在增长 全球GDP也在增长 但是很明显 多数国家尤其西方国家的GDP增长速度 非常缓慢或者停滞不前 2020年甚至欧美国家出现集体倒退 中国如果GDP总量占到全球的30%到40% 美元还会是国际货币吗 美元霸权怎么继续进行呢 我们还会用美元来计算全球各国的GDP吗 这个时候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将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失去中国市场 欧美的所有资本将先天不足 谁都不敢承担丢失如此重要市场的损失 而中国只需要实现5%左右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 就能达到这一目标 所以美国必须要遏制中国 不让中国实现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经常聊到奥巴马说过一个大意如此的名言 如果中国人都能过上我们这样的生活 我们就只能去吃草 奥巴马说的对不对呢 美国占据全球大约5%的人口 消耗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纸张 四分之一的石油 百分之二十三的煤炭 以及百分之二十七的铝和百分之十九的铜 是全球产生生活垃圾最多的国家 但是美国几乎都是虚拟经济 对全球贡献很小 年年滥发货币都是逆差 在用美元去买全世界的财富 如果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 美国这样奢侈浪费的日子 那确实是过不下去了 他们如果再这样耗吃懒做 搞虚拟经济 巧取豪夺 他们真的有可能去吃草 因为资源真的不是无限增长的 我们再来说说欧洲 欧洲为什么能享受高福利 首先欧洲从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 到今天掠夺全球资源六百年 贩奴 贩毒 杀人 抢劫 积攒了丰厚的家地 其次 欧洲人口有限 整个欧洲的人口七点四亿 这还包含了一亿多人的俄罗斯和将近两亿的东欧 此外最关键的是欧洲的先发优势积累的技术资源 全球第一条地铁诞生在1860年的英国 那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20年 中国在1969年才落成第一条地铁 比欧洲落后了129年 整整四代人 一个多世纪 1938年的法国 铁路长度就已经是6.4万公里 达到历史巅峰水平 然后不修了 为啥不修了呢 因为法国已经没地方修铁路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 还在用农业国的装备硬钢工业国家的日本 还在打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 到1995年 我们的铁路长度才赶上法国1938年的水平 落后了大半个世纪 中国的速度远超世界的想象力 但是从19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的差距 要赶上来 再快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差里 西方世界积攒了大量的技术优势 这种技术优势如果简单点说能体现出来的形象化的表述就是 二十年前我们三亿衬衣换一架飞机 我们一千个人创造的价值不如西方一个工程师 即便到了今天 我们五十部手机换一个芯片 五十个技术工人创造的价值还不如西方的一个高级工程师 所以看清楚了这些 就很明白为什么西方世界能享受高福利 同样的劳动时间他们可以创造五十倍的价值 同样是一家公司 西方的高科技公司 创造的价值可能是五十个同等规模的中国公司 而在今天 西方世界在航空能源芯片生物制药上 依然具备强大的底层优势 以法国为例 法国既有香奈尔路易威登 比奥爱马仕这样的奢侈品百年企业 但是他们也有到达法国电力 雷洛汽车施奈德电器 这样的能源科技百年企业 当然最近的二十年 西方世界惊恐的发现 他们的技术优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中国的高压电 高铁 5G 激光 量子通信 核电 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已经走到了全球前列 在部分领域形成了中美双强的局面 2018年法国黄马甲运动仅仅因为燃油税涨了几分钱 就导致百万人示威造成法国五十年来最大的骚乱 这个背后可能有美国的股东 但是如果在五十年前 即便有美国的股东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二十年前 日本的手机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上了天 欧美的电子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也上了天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已经杀入了全球技术的底层 这种底层就代表着西方世界依靠技术垄断 获取高利润的时代就要过去了 所以西方的日子越来越难受了 所以因为燃油税涨了几分钱 法国人就骚乱了 再比如说一度国外在顿勾机上的优势 也被中国击溃 大量的中国顿勾机开始出现 到今天中国顿勾机占据了国内90%和海外70%的市场份额 随之而来的顿勾机的暴力时代被中国彻底终结 西方世界现在最先进的顿勾机 售价只敢卖500万美元 是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由于中国的崛起 西方世界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利润不断下滑 当中国技术与西方世界的技术完全一致的时候 很显然西方高福利的神话将最终终结 而且在工业时代 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减少就业率 中国的高速发展会影响西方世界的产业 进而影响就业率 所以奥巴马说 如果中国人都过上我们的生活 我们就只能去吃草 奥巴马说的对不对呢 说实话 他说的真的有点对 但是如果要改变这个局面 应该怎么办呢 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应该努力的发展自己 但是美国不愿意公平竞争 不愿意自己攒劲发展自己 他只想打压中国 只要把中国压下去了 他即便不攒劲 他还是能够保证他们吃香的喝辣的 所以美国在全方位 全领域用卑鄙的手段抹黑和造谣和打压中国 不过养尊处优的西方世界 掠夺惯了的美国 他们吃不吃草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是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丁仲理院士问柴静的那句话 中国人是不是人 四百年前 安格鲁萨克逊人依靠强取豪夺 拿到了世界霸权 今天中国人将依靠努力与汗水 重回世界之巅 所以这就是未来十到十五年 中美之间的目标 美国的目标是要保持全球霸主的地位 他们选择了遏制中国 而中国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 根本不需要考虑美国 只需要把自己的经济和科技搞好